原以为美国人个个都是身高体壮的 到了美国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大多数人身高和中国人差不多高 有时候高于一米西的很少见到 比这还矮些的却是经常碰见 美国的胖人却是比国内多 无论男女 不能说个个都肥胖 说三个人里头有一个胖子 绝不会有夸张的嫌疑 经常看见一些美国男人 不分老少 都舔住个滚圆的肚子 就像在衣服底下藏住一口糖炒栗子的大铁锅 美国女人的胖 似乎突出表现在臀部和大腿上 一次 看见对面两位美国女士 一位是胖子 另一位应该是小巧玲珑的淑女 那位胖子的大腿看起来 要比那位淑女的腰还要粗扇几围 我的天 美国 有一样东西很贵 那就是美国的课本 一本书动辄八九十美元 和人民币几百块 留学生一个学期的教材买其往往几千美元 没闲得只得用电子版 所以美国也流行买卖二手书 虽然中国书籍不很贵 但也有松鼠送书这样的二手书交易平台 更令人惊奇的是交易模式是免费赠送 只收邮费